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,我的朋友们,我是老五,今天这期啊,跟大家聊一聊,商务部宣布啊,针对台湾EGFA要终止134项关税的减让,这个新闻该怎么看,我相信很多同学第一反应就是不够,然后软弱,那这种想法他对不对呢,总而言之啊,一句话,那就是啊,很多同学这种态度啊,很好,永远就是一种自省的态度,一定要反省自己,哪里哪里做的不俗啊,这种态度, 大家觉得好不好呢,大家自己看,今天这个新闻啊,我会分成三个部分跟大家来聊啊,大家可能会看的比较清楚啊,一个部分是针对大陆自己,第二个部分是针对整个国际的环境,第三个部分那就是针对台湾,这三个部分大家都看清楚了之后,大家也就知道未来到底在哪儿,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,必须要跟大家讲啊,针对啊,台湾断这个EGFA的一些啊,这个产品的关税监免,没有大家看的那么的简单,这是一个整体的事情,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,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,国台办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反应啊,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,国台办啊,这个新闻发言人啊,陈兵华指出啊, EGFA是两岸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签署的,实施中如产生问题可通过,两岸协商予以妥善解决,但赖清德当局啊,这个顽固坚持台独立场,拒不承认九二共识,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,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和经济脱钩锻, 严重破坏两岸协商和EGFA实施的基础,是大陆有关部门不得不啊,进一步终止EG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的根本原因,事实在是证明,搞台独就没有和平,就没有发展,只会祸台,害台,只会让台湾企业民众利益受损。 国台办讲这个话,我相信很多同学啊,怒了,你讲什么九二共识,别讲九二共识了,赖清德就是个台独,他都已经玩名了,对不对,他竟然胆敢玩名,你还跟他提九二共识,软弱呀,软弱,弄来弄去,才134个税募,对不对,这些产品,你什么关税减让,别减让,就停止进口,你搞这些事情干嘛, 啊,跟他,跟他弄他,就很多同学啊,其实真的是啊,就完完全全就是这种观点,刚才跟大家讲了,对于这种观点啊,我的评论啊,那就是啊,这些同学很好,都在反省自己啊,永远就是在反省自己,出什么问题啊,先对着自己反省啊,这儿不好,那儿不对,对不对,然后对于自己啊,批驳,对不对,然后的话啊,只有认为啊,估计啊,这些同学认为啊,只有把自己批驳的,那就一个一杠而净,对不对,一定要向全世界展示,快看, 我身体全烂了,快看啊,我身体某个部位啊,某个羞于贱人,对不对,然后太小,呵呵,总而言之法,啊,我好小,我好小,啊,跟全,跟所有人展示,他痛快,他爽,对不对,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呢,而且,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心理现象啊,大家真的是可以观察啊,大家真的是可以观察啊, 其实不管这个政治倾向如何啊,不管政治倾向如何,其实在这个互联网之上,大家可以看到很普遍的啊,很普遍的就这种,这种现象,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吧,大家可能会,比如说啊,有一些啊,可能会对那些海外的那些润人啊,那些精美,精日啊,生物的痛觉,你从他的这个观点上,你可以生物痛觉, 但是啊,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,那就是啊,这些啊,精美吧,比如说精美啊,生活在美国,然后对于现在美国社会的这个政治乱象,他也深无痛觉,啊,为什么呢,然后的话,这个拜登啊,这个民主党啊,他们软弱,对不对,大家也都知道啊,这个川普啊,在这个,在这个海外,这个美国华人的啊,整个氛围里边啊,那川普那是个硬人啊,那是个硬人,什么硬话都说, 什么硬事都干,对不对,总而言之吧,那对着中国玩这种种族主义啊,那也得干什么,病毒,那前面都给你挂上Chinese,China,对不对,总而言之啊,就跟你玩这个种族群士的,我也跟中国拼了,这就是,这个川普啊,在很多的海,这个海外的这个精美的,这个心中的那个位置,这个民主党呢,啊,一会儿跟中国谈,那一会儿就跟中国谈,一会儿骂两句,谈两句,骂两句,谈两句,哎呀,软弱,拜登软弱, 这是啊,海外的这个精美,或者说啊,一部分啊,这个应该是美国的华人呢,就是针对啊,这个川普,共和党,民主党啊,就这个态度,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, 为什么说啊,这个态度是非常有意思啊,大家发现没有,就这种心理现象是什么,就是说,这个川普,他跟中国拼命,他就是好人,啊,这个拜登呢,只要跟中国多多少,聊两句啊, 他就是个坏人,他就是个软弱的,绥靖主义,对不对,绥靖主义,这个帽子完全扣到这个拜登的,这个脑袋上了,就这些人,然后的话,他对于啊,这个美国的,这个民主党政府的这种攻击吧,啊,这种攻击,他体现了一种心理现象,就是说啊,你必须得啊,这个跟中国拼命,就非常的不理性,大家发现没有,就是说,你必须要像啊,这个 拜登啊,这个川普啊,表现那样,跟中国拼命,对不对,这个种族主义,歧视中国,然后呢,一定要对着中国表现强硬,就一点软的这种姿态,你是不能做的,对不对,哪怕其实本质上来讲,川普啊,对于中国那个时候玩中美贸易战,那川普看,刚开始打的嘛,这个特朗普刚开始打的嘛,这个中美贸易战,这一场中美贸易战本质上是,特朗普要跟中国做交易啊,那个时候是啊,这个中国,你赶紧买我美国, 这个农产品,买我美国的玉米,对不对,买我美国的这个石油天然气,你买我美国的,对不对,你中国得平衡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嘛,但是,能使美国人卖给中国玉米,那个价格并不是啊,这个不是这个市场价,还是走的市场价,只不过是希望中国人买更多美国人生产的这个产品,他其实还是在寻求一种与中国交易,但是他使用的是一种, 叫板的态度,就这种态度特别拉这些海外的美国的华人的心啊,爱川普,那现在的这个,这个拜登呢,哎,这个拜登啊,这个软软弱弱,说不出硬话啊,对不对,这随定主义啊,这个拜登啊,没有用,不够强,不够硬,就这些人,他最希望的是什么呢,他恨中国嘛,他最希望的就是啊,能出现,美国出现一个政治人物啊, 跟中国拼命的政治人物,你像啊,这种稍微有点软化,哎,稍微有点,有点看起来啊,不如啊,这个特朗普那么硬的这种政客啊,那我就骂死他,大家可能会觉得这种心理现象是正常的,对不对,因为他恨中国,我跟各位讲,这一点都不正常,为什么呢,你恨中国,按照常理而言,应该是美国赢, 你才能够,对不对,达成自己心中那个愿望,他要的不是美国赢,大家发现没有,他要的是什么呢,要的是爽,这个姿态必须得硬,对不对,哪怕都,哪怕这个特朗普玩的那些东西啊,都已经谈在明面上了,看起来强啊,五五六渣渣,本质是寻求与中国做交易,其实民主党在某些地方,那真的是寻求要跟中国脱钩锻炼呢,那比特朗普那些玩的东西啊,其实本质上更坏,对不对, 但是想要跟中国脱钩锻炼,成功不了,你看欧洲人表态的,对不对,啊,不没办法跟中国脱钩,弄来弄去,弄到欧洲人现在表态,表的是什么呢,啊,我们,对不对,我们,我们现在要小心啊,这个避免进入到,这个依赖美国的陷阱,马克龙啊,说,对不对,这个马克龙访问德国时,表的菜,对不对,美国人搞了半天啊,这个民主党搞了半天,搞出这样的一个结果,但是本质上, 民主党是想要玩这个啊,与中国脱钩,什么后来一直玩到了对中国降依赖,一直是想要玩这些东西的,但是实力不济,对不对,特朗普其实都没玩到这样的一种程度,可是呢,特朗普的态度,这些人看着爽,对不对,然后呢,你只要让我爽了,我就觉得你是个好人,啊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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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话,这个态度软,对不对,我就看着不痛快, 我就骂死你,大家发现美国这些人,他从来都不啊,这个深入的去想想,可能很多同学认为这些人精神美国人,他爱美国,他爱美国吗,他一丁点都不爱,他如果真爱美国的话,他就会深入的替美国想一想,下一步该怎么做,他就会理解,看明白,比如说像特朗普,像拜登政府,他的不同之处,他根本就不关心,他就关心那个态度, 就关心我必须得赢,对不对,我必须得强,我必须得赢,他就关心这些东西,对不对,身为一个美国人,你不为美国的未来着想,有的时候你的姿态比较柔软,可能你的获利还会更多,不关心,我就要赢,对不对,他是非常违心的一种状态,他是非常的只照顾自己感受的一种状态,大家发现没有,就这种经文,这些可能一部分的美国华人, 是这样的一种,这样的一种想法,对不对,咱们对比一下,其实啊,你像包含台湾的对于啊,这个,对于啊,这种政策啊,马上第一反应就是不够啊,然后的话,这个软弱呀,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软弱,哪来的不够,对不对,看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政策,深入的往前去看一步,不要跟那些,对不对,脑残的精美一样,对不对,不要跟这些人一样,只顾自己爽, 根本就不关心他心中的祖国,美国的未来,对不对,就天天在那喊,就非得要强要硬的,根本就不看本质,往前去想一步,都不想,这不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吗,那行,往前,这个事情往前去想一步,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,刚才跟大家讲了,分三步跟大家聊,第一部分,从中国大陆的角落啊,讲完了啊,第二部分,从整个国际局势来讲,第三个啊, 咱们再聊啊,根据台湾那边来讲,然后第二部分啊,这个国际局势啊,国际局势,咱们看一看啊,最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,啊,中、阿的联合声明出来了,对不对,中国与埃及的联合声明出来了,这是哪儿,这是,这是中东啊,这是西亚呀,西亚有这样的联合声明,东亚呢,中日韩三国联合声明,对不对,然后的话,那 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聊欧亚一体话,再看一下欧洲,这个法德,德法的联合声明,也出来了,都是这几天的事,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改变,还看不见吗,对不对,这个中日韩三国联合声明,最少最少,也是中日韩三国自贸区要加快,要谈判了,经济上,这东亚三国要绑在一起,对不对,那这个中国跟阿拉伯,阿拉伯的这个联合声明呢,同样呢,更, 更夸张,对不对,埃及,掌握着苏伊树银河的埃及,跟,跟中国啊,要,要本币啊,这个结算,对不对,现在是本币互换,那未来正在探讨,准备要全面的,对不对,使用本币啊,结算贸易,这就是中国与中东的关系啊,法德的联合声明呢,刚才跟大家讲了,马克龙访问德国说的是什么呀,要,要啊,要小心不要进入依赖美国的,这个陷阱, 啊,依赖美国成陷阱啊,大家没觉得特别神奇吗,不是说美国人高喊,啊,降依赖,对中国降依赖,对中国降依赖,你对中国降依赖,降了半天,法国人说,啊,不能依赖美国 大家,大家看看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,什么叫亚欧一体化,现在美国也有一个新闻呢,关于俄乌冲突啊,这就是民主党拜登使的一个招啊,俄乌冲突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啊,别着急啊,这是整个国际的一个局势啊,这是啊,拜登啊,准备啊,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官员啊,私下放出消息啊,拜登已经允许了,这个乌克兰使用美国的武器啊,攻击这个俄罗斯境内的目标, 那么俄罗斯那边普京刚说完,你敢谁敢允许啊,这个乌克兰使用你的武器攻击我俄罗斯的话,那这场冲突啊,咱们就打大了,对不对,要不要打呢,拜登告诉了答案,我就要打大,那为什么拜登要啊,要让俄欧冲突扩大化,要让欧洲这场战争扩大化,刚才跟大家讲了,法德的联合声明看到了吧,法国人在那说,啊,避免进入依赖美国的这个,这个陷阱,那美国人态度就是,你不想依赖我美国, 是吧,那我就用这场战争,我让你依赖我,为什么呢,因为欧洲人害怕俄国人呢,对不对,欧洲人传统就怕俄国人,如果俄欧冲突打大了,不仅仅是在乌克兰打了,也要去什么,这个这个东欧一些国家去打了,那真的是打开了打大了,那美,那欧洲这些国家,一啊,一失去了安全感,那怎么办呢,就得紧密的抱着这个北约的大腿,抱着美国的大腿嘛, 虽然说法国和德国联合声明里边说了,我们要有自主性了,我们要打造自己的防御的力量,欧洲自己的防御力量,但是这玩意它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,现在美国的态度就是什么呢,欧洲你千万别变心,可是呢,你看起来美国人很聪明,是吧,在牵制欧洲人,你美国牵制欧洲人,对不对,那你美国能够给乌克兰多少武器啊, 又得加大量度供应啊,供应武器给乌克兰,你美国又得花多少钱,又得花多少武器,这还是啊,这还是啊,其中之一,还有另外一点,就是你美国与法国,德国这种国家的关系,到底如何,未来会如何呢,我相信大家一目了然了吧,对不对,你想要牵制法国和德国,那行,法国德国更恨你,你看起来表面, 哎呀,咱们是盟友,咱们是统一阵营的,看起来是如此,G7都要不团结了,这是美国最后的盟友圈,G7都要不团结了,同学们,对不对,美国人在这个,看起来很聪明啊,在欧洲又施加了力度,那美国在欧洲施加力度,那我在,我在台湾这儿,我就要必然我要施加力度,这也就是为什么,现在,中国在什么,中阿联合声明,法德联合声明,中日韩三国联合声明,出现之后,针对台湾, 一百三十次项啊,这个这个,这个这个项目的,这个关税的减免啊,减让,我要不减让了,不减让了,台湾你自己受着,开始对台湾施加,前一段时间,在在台湾海峡,搞军严,对不对,然后在这儿是军事上的施加,现在呢,是经济上的施加,全来了,美国能怎样,美国你现在不是在欧洲使劲呢吗,对不对,你来,你来,来,来,来我中国旁边,来台湾这儿,你过,你过, 给我来,来,来,来进,我中国很开心,为什么呢,你在台湾这儿啊,或者说在南海这儿,使劲的话,欧洲那边就会减压,对不对,法德就会更加的团结,法德一团结,美国就去欧洲,美国一去欧洲,我这边给台湾使劲,现在的这样的一种世界的格局,大家明白,为什么现在中国大陆要做这种事情了吧,对台湾施压, 无论是经济的,还是军事的,都是同时在施压的一种状态,对不对,那在台湾谁啊,美国来不来,来了,欧洲,对不对,欧洲那边,法德,法德,美国去不去,去了,台湾,玩的是谁,大家看明白了吗,对不对,这还只是啊,世界格局的角度来看, 然后咱们从啊,台湾内部的角度来看呢,从这个世界格局的这个角度来看,大家其实都可以判断这个未来的,未来的趋势,亚欧一体化,它不可挡,不可逆,对不对,让亚洲,欧洲绑定的越来越紧密,哪怕有些国家啊,一百万个不情愿,没办法,对不对,这是唯一的活路啊,为师必确,对不对,这四个字,放在很多地方,大家都可以想得明白,对不对,有些国家不情愿,不愿意啊, 跟中国走在一起,比如像日本韩国,对不对,不愿意走,但是不愿意是吧,不愿意你自己选择那条死路,你自己承担呀,你不想走那条死路,给你一条活路,对不对,中日韩领导人峰会,中日韩三国的三国联合声明,经济上绑定要不要呢,对不对,总而言之吧,就算不情愿,为师必确,对谁都是如此,对台湾岛同样也是如此啊,对不对,活路是什么,九二五十一个中国呀, 喊出来,不喊是吧,不喊,慢慢来,慢慢来,慢慢玩,对不对,啊,这就是啊,这是啊,从整个国际环境来看呢,对于台湾岛呢,其实最有意思的啊,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,台湾岛现在的状态, 其实大家可以看看,台湾岛现在整个的这个新闻,然后的话啊,什么样的新闻最热闹, 比如说啊,比如说啊,台湾的立法会,啊,因为什么事又吵起来了呢,啊,因为什么,穿西装,啊,穿西装,不穿西装,啊,这个穿正装啊,不穿正装,啊,吵起来了,民进党啊,我不穿正装啊,这个国民党,韩国瑜啊,你得穿正装啊,你得尊重啊,你民进党的这个,这个行政院的院长,对不对,然后他要来立法会了,我们穿正装,啊,你民进党怎么怎么样, 就天天的为这点什么芝麻绿豆的破事啊,在这吵来又吵去啊,还在吵什么呀,比如说啊,像什么这个,这个国民党控制的台北市啊,跟什么这个所谓的他的中央的政府,两边又吵起来了,有什么协调啊,协调不成啊,就天天的这点破事,说实话,大家讲一讲,所谓的一个,一个政府吧,对不对,不管是伪政府还是什么政府,他第一,要做成的事应该是什么, 应该是照顾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呢,就拿这个134项啊,这个关税的减让,要取消了,他会影响多少行业,影响多少人的生计呢,对不对,你就看这个民进党现在跟,跟那个,跟那个笼子哑巴一样,这都无所谓啊,民进党自己愿意笼,愿意笼,倒霉的是他,对不对,啊,现在对着大陆就是啊,我要这个观光行业,我得平等有尊严的啊,跟大陆这个, 观光,我,我,我站着跟大陆要钱,我站着把钱挣了,就这种姿态啊,总而言之嘴特别的硬,然后又想跟大陆交往赚钱,那你现在134项目全给你断了,你赚不着这个钱,对不对,民进党有他的私心,赖清德有他的私心,因为赖清德要的并不是说台湾人生活变好,赖清德要的是什么,要的是, 就是兴喜人心啊,洗涤心灵啊,对不对,只有让台湾人支持民进党,这是他要的那个第一目标啊,最少是选票,其次呢,啊,台湾人成为那个工具,跟大陆来谈的时候,也可以啊,向大陆提嘛,啊,台湾人80%的人都支持我民进党,你不让我民进党未来管理台湾岛,对不对,台湾人就给你造反,因为台湾人支持我民进党啊, 这就是赖清德要的,台湾人生活是好是坏,他根本就不关心,因为台湾的未来就在眼前,刚才跟大家讲了,整个国际的局势都跟大家聊了,对不对,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,台湾的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,民进党根本就不关心,对不对,那国民党呢,国民党也不管,对吧,国民党也不管,反正是我就是跟你折腾,啊,互动着台湾的老百姓啊,这个得支持我们国民党,跟这个民进党玩党争,在立法院里边, 玩党争啊,在各种议题玩党争,啊,逗,真正民生议题没人理,为什么没人理,这是一个,刚才跟大家讲了,民进党没,民进党不理的原因,是因为民进党有私心,哪怕台湾人生活变差了,赖清德也可以拿这个理由说,大陆坏,那只要骂了大陆坏,意识形态敌我对抗就会出现,台湾人就得支持他所谓的民进党,国民党为什么不理啊,因为国民党害怕呀,害怕呀,对不对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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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不是中共同路人,国民党,对不对,国民党特别怕民进党这样折腾他,现在国民党啊,最喜欢表演的,因为我自由又民主了,我,我,我才能够代表台湾人呢,对不对,我爱台湾,就国民党最爱展示这一点,可是呢,可是真正,对于台湾人生活最重要的经济,国民党现在也不关了,最多出来跟你酸两句,国民党绝对不会为了台湾的经济在立法院里边跟,跟民进党, 对抗,为什么呢,国民党也不愿意啊,国民党也不愿意做这种事啊,为什么,如果说真让台湾人都知道了那个真相,这个真相是我们离开大陆活不了,对不对,我们,而且大陆对于我们台湾挺好的,对不对,大陆啊,对台湾提的要求也非常的清晰,简单,也明白,对不对,然后再,如果这样台湾人明白了,台湾人自己选择去大陆了,谁还支持他国民党啊, 必须得经过国民党这一关啊,我国民党带领大家跟民进党拼了,我国民党再带领大家跟跟大陆啊,去谈什么永远的维持现状,国民党要的是这个,所以说最真实那个真相,国民党也不讲,这是在干嘛,两边都在骗,对不对,两边都在骗,可是呢,很多同学我相信啊,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绝望, 对不对,啊,这个国民党也骗,民进党也骗,对不对,啊,台湾人要倒打没了,对不对,整个中国人的利益都要受到影响,受到损失了,哎呀,这个未来会怎样呢,我跟各位讲,大家都不用去担心,为什么,台湾人会自己做出选择,对,台湾人会自己做出选择,大家一定得相信这个,很多人不相信啊,台湾民进党啊,这去中国话如何如何,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过, 你觉得民进党去中国话特别厉害是吧,你怎么不看一看,国民党从老奖到小奖,再到李登辉,一直跟大陆玩意识形态的敌我意识对抗,玩了那么多年,从1945年,1949年就开始玩,玩到这个陈水扁上台,陈水扁玩去中国话,对不对,反正左人之,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,中国大陆都不是人,对不对,你要不然头上掌窗,要不然脚下流浓,国民党啊,给这个,全,全, 全体的华人打造的大陆人的那个形象,大家可以参考老香港电影,就那种形象,不是人,你知道吗,野蛮人,你就是那种形象,国民党召见了中国大陆召见那么多年,民进党也召见,啊,你这不是去中国话,你大陆人不是人,也召见,召见到现在,台湾人怎么还是不当兵啊,台湾年轻人怎么还是不当兵啊,是因为,他这个去中国话,啊,这个敌我意识对抗,两岸的敌我意识, 成功了吗,正好相反是完全的失败,就在玩这种东西,台湾人不是笨蛋,大家一定得知道,台湾人不是笨蛋,还是得跟大家多讲一句,看那个钟明轩,最近讲的那句话,我觉得讲的特别的好,之前跟大家聊过,对不对,钟明轩讲的就是,说真话的时候,我感觉自己,啊,自由,对不对,我感到了自由,这句话真的是,其实挺深的,大家知道吗, 这真的是挺深的,他比绝,他绝对比一般的啊,就那种台湾的那种,小1450啊,小绝青啊,就那种,真的是啊,这个小脑袋官啊,他确实啊,够有深度啊,对不对啊,这个说真话的时候,感觉到自由,大家知道这句话深度的地方在哪儿吗, 今天在台湾岛,大家看,就是玩这种意识形态对抗,玩这种党争,党同伐异,就一直在斗争,啊,从老讲的小讲,对不对,跟大陆啊,这个意识形态啊,对抗,你是什么啊,这个邪恶的中国,这个共产中国,我是自由的中国,对不对,然后的话,那个滔滔的赤货啊,这个滚滚的寒流啊,都是你大陆,你老共你太坏了,对不对, 然后的话,所有人,你就是我的敌人,哪怕你有优点,我都不能说,这是什么,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,这是撒谎的状态,为什么呢,意识形态,意识形态的对抗啊,对不对,就为了我,跟你是敌人啊,你是正确的,我也不能讲,哪怕你是要有那么一点优点,我都不能讲,为什么呢,滚滚的赤货,滔滔的寒流啊,为什么,因为我是自由中国,你是邪恶的共产中国呀,对不对,来到了, 民进党时期,同样也是如此啊,这个东西啊,这个中国人,那外国人,我就不是中国人,我不是中国人,我难倒,我难倒于系,我难倒于系,大家以为台湾人是傻吗,他不知道他自己哪人吗,对不对,台湾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祖宗从哪来吗,都知道,什么叫张权的客斗,谢斗啊,张权的谢斗啊,对不对,客家人,张州人,全州人在台湾岛打了多少年, 他们不知道吗,是缺了心眼,还是缺了大德呀,还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,台湾岛上啊,那个机车,摩托车,那个牌,号牌,汽车的牌,一大队上面那个牌上面有台湾省三个字,他不知道台湾省,台湾省什么意思吗,啊,中华电视公司,中华邮政,中华航空,对不对, 这到底什么,中国石油,中国电视公司,他们是不懂是吗,啊,不懂那几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啊,台湾跟中国没关系,为什么你看到的这个互联网之上的那帮1450,那帮啊,那帮小孩,台湾的小孩特别可爱的那些网友,天天在这给你嘴硬,在这给你顶,他是把你当敌人, 他要赢了你,他哪怕是撒谎,哪怕是使用啊,各种各样的话术啊,各种各样的手段,我就要赢了你,我气死你,我恶心死你,大家也就看到了互联网之上的啊,那些特别可爱的网友的啊,那些形象,对不对,我不是中国人,你是什么真啊,这大啊,对不对,反正昨天说这些,结果你一看台湾岛上面啊,台湾省啊,这个车帆一大堆,哎,你的这个石油啊,加油站,中国石油怎么回事,对不对, 你看,哎,什么中华邮政,慢大街的,对不对,再看,哎,中国,中华电视公司,中国电视公司,你当那帮他们傻吗,大家都在撒谎,他们在干嘛,他是,他是非常清楚的,都在撒谎,都在骗,对不对,可能这种骗啊,大家认为啊,这个非常的生气,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,天天的满脑子是骗人,满脑子,这个为了说一句话,脑子, 得转十八圈,对不对,我一定得坑你一下,我一定得赢了你,非常的累,大家知道吗,天天垫着,要坑别人的人,其实非常的累,那怎么样才不累啊,说真话的时候,我才感觉到了自由嘛,对不对,痛痛痛痛痛说说嘛,啊,我到底是哪来,我们老家就是漳州的,我们老家泉州的,对不对,我们老家厦门的,对不对,我们老家啊,山东过来的,我们老家哪哪哪来的,这是最,这是最简单的真话, 可是你放到一般的台湾的现代的,网上的那种特别可爱的那些网友来说,真没法讲,啊,你说,我不知道漳州是哪儿,我不知道泉州是哪儿,中国是哪儿,不知道,中国大陆,哎,我还非洲大陆呢,天天跟你玩热热,其实这是一个特别累的事情,等不到啊,真的是累到一定的,至一定的这个程度,等到这个经济也夸夸的往下去掉,生活都受到了影响,那个时候也就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儿了,那个时候也就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儿了, 你就会遵从自己的内心,对不对,我来大陆看一看,我觉得我挺热爱这个中华民族的,我就是中华民族,台湾岛上百分之九十多的人都是汉人,对不对,我也是汉人,我说的就是汉语啊,对不对,别叫我什么祖国美人,我是中华美人,对不对,钟明轩, 这种话就会出来呀,台湾人开始大踏步的往大陆去走,钟明轩就是一个例子,你国民党,民进党骗,你国民党,民进党在这折腾演戏,没有用的啊,对不对,你代表不了台湾人了,台湾人最关心的经济,你们不关心,你们就失去了代表台湾人的资格,明白吗,你看起来玩的很聪明,民进党,哎呀,台湾人穷了,我也可以带着台湾人, 台湾人恨大陆,对不对,国民党,哎呀,那这个东西,不能看,不能看,千万这民进党不能骂我,中共同路人,我受不了,对不对,然后的话啊,这个台湾人得支持我国民党,千万不能够让台湾人看到大陆的真相啊,都走去了大陆啊,这不支持我国民党了,不跟着我国民党走向大陆,那可不行,对不对,这这这这小心思特别的多,那你小心思越多,你就失去了领导台湾人的那个资格,你也就失去了, 刚才跟大家讲的,哪怕未来统一,跟大陆来谈,告诉大陆有多少多少台湾人支持我,呃,百分之八十的台湾人支持我,百分之七十九十的这个台湾人支持我,你就没这个资格了宝贝,你知道吗,坑死的还是自己啊,这就是台湾的未来,大家真的是睁开眼看一看这个世界吧,台湾的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, 啊,哪条路是活路啊,为师必确,只有一条路是活路啊,走不走呢,走不走是台湾自己的选择呀,让台湾人自己选嘛,让民进党国民党自己选嘛,死路活路,然后你选择哪一条呢,等着看就行了,好吧,今天这下就聊到这了,感谢各位啊